你一定要落實相關的規定 是不是 你否則的話你用這樣的敷衍了事 用這樣的數字來顯現你們稽查的成果 那表示我們桃園市所有的業者 對不對 那他們都依照相關的規定 來做飲料的販賣 那你這樣的話不是粉飾太平嗎 不是自我感覺良好嗎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這些所有的飲料 它裡面所含的熱量跟這個糖肺 如果超標的話 那我們衛生局 你縱容這樣的一個現象發生 你會不會成為 就是危害民眾健康的這個 謝謝請坐 接下來請林正峰議員發言 謝謝 請請叫我們衛生局蔡議員局長 我們今天很熱門 是一座好 我們政府在推動長照政策 長照政策是屬於你們衛生局業務還是屬於社會級的業務 都有 怎麼會都有呢 你們業務重疊嘛 人事就重疊了嘛對不對 我們分別負責不同的項目 為什麼不能結合在一起呢 這個也是一個想法 因為長照 長照長期照護裡面有醫療的部分 你們現在都是民間業者 說委外居家服務的有39家 居家戶建的有9家 傳奇服務的有48家 都是民間機構嘛 為什麼沒有民間機構 因為一般的社會服務他沒有醫療人員 不能從事這個服務嘛 對不對 居家戶裡面也有我們的衛生所跟公立醫院 那我們政府機關能不能藉由民間力量來成立這個長照單位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所以我建議你去研究 我們很多社會資源 很多社務人員 社會局裡面很多 用他們的人力 用我們的醫療資源去支持他 所以說剛才員的議員問到你們衛生局組織的問題 我不再重複提啦 但是很多衛生局的人員已經偏離他 原來衛生局工作一個主題了啦 偏離方向了 所以說我希望我們衛生局 衛生所裡面的所有的醫師 所有的護士人員 回歸衛生局的本業 做好一些 即便的防治這些工作 打疫防治這些工作 不然就這些人力來支援我們 民間的社會成立長照中心 這樣可以嗎 這最好的一個方向嘛 對不對 謝謝議員 因為我們衛生所加入長期照護的工作 這個我們一直有在研領跟討論 也希望說我們在 那新組在進行的 你們還沒進行 你實際上是比較現實還慢啊 我們這個會努力做這個轉型的 因為衛生所裡面的人員都是我們付錢請他們來對不對 他們來支援我們的長照服務單位也是應該的嘛 是是 衛生所也有這個 不會像這樣的情形到 然後桃園市面紙往那裡掛 全國第一例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你去研究一下子 怎麼把衛生局的醫療人員 從街市市端以後 改回回歸正業 來配合地方 用原有的社會資源 在地化的資源 來做好長照業務好不好 好 接協議做我們會 沒有問題吧 我們會努力 會努力而已喔 什麼時候會做好啊 會把它做好 在市場正面可以推動嗎 兩年啊 可是我們會在這幾年 因為長照2.0明年就要實行了 對啊 明天是你今天這規劃還要等到這幾年 還有幾年啊 市場任期只剩下兩年而已耶 跟一座報告 我們在年底就會再規劃這部分 我希望在明年商業大會以前 你給我提出計畫出來 好 要整個社會資源啊 是是 把你們衛生局 所有的醫療業務做一個調整 其實現在齁 在偏遠地區 我不敢說裁測衛生局的業務 衛生所業務 在城市裡面應該可以裁測醫療業務了 三保一家 以前冠軍沒有人看病嗎 你看病技術沒有比較好啊 又沒有比較便宜對不對 不要跟百姓搶生意啊 你做這個提議 我們會就醫療資源的分布 我們會再做檢討 可以提 減少醫療看病的業務 撥一些來做長照業務嘛 這種要推長照你必須配合嘛 你不能不配合啊 明年可以給我資料嗎 請坐 謝謝 請教我們人事 郭處長 剛才有提到 常常業務歸兩個單位 常常歸社會局 又歸衛生局 你去處理一下子 歸一個單位 人事衝碟嘛 要互相推責任嘛 你做理由我做我的嘛 應該要有個主辦的啦 社會局只能做補助啊 沒有醫療人員啊 有醫療人員沒有社會資源啊 對不對 資源是要整合應用的 這個時候你回歸一個局 如果常在業務歸給社會局 歸衛生局 要把社會局的業務拿掉 我們台灣市政府就要讓位人力的啦 很多局次業務都重疊啦 所以人事業務有那麼多 檢討 殘照了 那個業務歸哪個單位有沒有問題 我們會跟研討會反應這個問題 因為研討會是負責我們 組織業務的整個全責的劃分 我們一起努力 你這樣講我不接受啦 那個副市長啊 副市長啊 我說這件事 長照業務歸衛生局 社會局不要管可以吧 因為我們中央一個衛福部啦 衛生跟社會服務其實在一起 但是因為他牽照技術醫療問題 所以醫療行為變成這個 長照屬醫療行為嘛 長照應該屬醫療行為喔 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不是 多數屬醫療對不對 長照外面所有的單位必須要有醫療人員來配合嘛 你兩人也要有護士來配合啊 所以沒有這個預算啊 醫療在長照裡面是重要但是比例不大的一個 所以你們的變職就錯誤了嘛 因為需要照顧的喔 他有不同的這個嚴重程度 健康的稍微要照顧 我是建議出來啦 希望你們去研究啊 至少能夠統一來處理啦 我理解這樣 假如能夠支援整合 問題社會事業 你錢全部編在社會局喔 對 財政基金的社會務全面在社會局喔 都應該受難補助 這個就是支援整合 因為中央衛福部基本上是合在一起的 但地方是分成 好啦我們可以自己訂合兩塊好不好 好謝謝副總請坐 那個 郭處長 我看你報告裡面寫說 104年的人事費用占43% 顯示本府的財政穩健 不影響市政建設 不影響市政建設嗎 人事會43%耶 六都一起做比較 我們的人事會的手上比例是最低的 你要跟六都比較啦 不要比人壞 要比人好的啦 對不對 你今年43% 我們的人事 變至三萬六 今年是三萬兩千九百二十七 然後你又補值三萬六以後 人事會變幾% 變47%了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也算過105年齁 是統計算是42%多啦 就比去年少一% 會少嗎 會少 因為我們 我們是因為我們也把總支出的規模擴充到一千一以上 那你英國103年呢 103年 因為我們剛好在升格改制的階段 有比較高 因為沒有把鄉鎮市公所納進來 全部納進來的話呢 全部納進來就是現在看到的43% 都沒有增加嗎 因為本來鄉鎮市公所的人事會比例就相對的低 沒有錯 鄉鎮市公所的低 你是任務增加太多嘛 你實際上是Benz給你 那現前是Benz差多少 因為升格改制就是增加必要的機關跟單位還有人力 會必要的才是 其實業務並沒有增加嘛對不對 業務有增加 因為對幼都的要求會比較高 那我再請教你啦 不是 你清潔人員有沒有增加 清潔對人員環保局是維持兩千多位 那如果像台北市六七千位 新北市也有五六千 有必要增加嗎 增加就是因為預作產產提點 就是說放個方式啦 就是說 不是一定是人力增加的量的增加 而是應該是說 這樣的一個組織運作方式 可以讓它更有效能 這是我們蠻認同的 其實真的講啦 我們是六度最低也好 最高也好 你占43%非常嚴重了啦 當然我們是希望能夠更低也好 一年四百多億的預算 全部人事會用 人事會用是有增無減耶 他會年資一直調整嘛 對不對 一定會增加 其實人事會用最多的應該是在教育人員這一塊啦 因為這一塊 確實我們 學校都是以老師為主體 這個確實我們有花比較多的資源在這裡面 到166年要443億的 對 但是我們的總支出也增加到1000億以上 總支出沒有錯啊 你今年短差200多億 明年要擠在310億啊 對 當然我們還要準決用人啦 就是讓成本可以越低越好 影響到市政建設 我們在這裡管控好人事問題 該給的給不該給就不要給 對 教育當然不能少啊對不對 對 像很多高中 我們市立高中 人員都不夠啊 你們也不補啊 補很少啊 我們有做管控啊 做合理的管控 那當然有反應我們會檢討 還有我一直提的那個有關 那個警察人員的 要續講力偏高 你講中央規定我不反對啦 對 但是你可以見警中央來修改嘛 對對對 實在不同了嘛對不對 我們有跟警察局講說 這一定要跟警政事反應啦 我們直接跟警政事反應啊 不要去警察局反應啊 對 因為他只敢反應嘛 他不敢反應啊 好 我們一定會當 因為你人是出來反應啊 所以我們議會建議你反應的啊 有有有 我們有都跟他們如此轉達 真的講 他如果不許搞我們自己定啊 我們不能定嗎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員警會吃虧啦 同樣一個事蹟齁 如果說六都其他都有 同樣的一個比較高的額度跟人數 我們有限縮 對我們同仁的事件權益會是影響 不適合的法令我們可以去修改 你這個臺灣支部啊 你可以一起處理 不要限制器啊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不要自我先限縮啦 要改大家一起改 這樣基礎會比較相當 你賞罰要分明啦 對對對 他違規罰單 講賞我是反對的啦 有有有 現在他們有比較往下降 有這樣一點點而已啊 有注意到議員的反應 他們有比較有做一個調整 謝謝 謝謝 謝謝一座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陳志文議員發言 謝謝 好謝謝主席 在這邊我想請問一下人事處處長 是一座好 請問一下你現在目前來講 市府裡面我們的約闢人員幾位 我們市府首屬機關加起來 一共是一千六百多位左右 一千六百多位 那臨時人員呢 臨時人員三千三百位 好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剛通過那個一立一休的部分 那我們的臨時人員是適用 勞基法 勞基法 所以他是適用一立一休的一個制度 他本來現在已經都跟我們一樣 周修二日了 所以他們的腳步是跟著你們去搭配 辦公時間 依照我們辦公時間作息來處理的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說今天就要適用勞基法 然後又要搭配你們那個 我們整個市府的整個的 那個市政運作的話 那這樣子整個人 他還是跟著我們政府辦公的 這個節奏 因為我們是一體服務民眾的 那除了勞動節特別的 當然他們可以放假 就是說原則上都跟我們一樣 只有少數的假日 譬如說勞動節 那當然他們 有他們該給他們的一個福利 還是會那個 幫他們去做最大的正確 而且這個全國一致性的 我們都是全國一致處理 不會說桃園的特別不好 或特別好沒有 我們大概都跟其他縣市一樣 我問你喔 你有沒有了解過 我們桃園市府內的 各單位科長以上的 有在外面兼職的 你知道有 這審計單位有查過 審計單位有叫我們 全部全國統一查 我們是去年就是查過了 然後也做處理了 現在審計單位也沒有在追究 因為我跟你講 現在有一點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科長以上 檢任記證等等 不管局長不喜歡等等 我都不用講 他們是屬於責任制 原則上 所以呢基本上 如果或配合各局處 裡面有一些推動一些 不管我們 配合我們桃園市政府也好 或配合地方政府也好 我們都有一些重大的建設 最近就如虎如荼的在推動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科長以上又屬於那個責任制 那現在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很多的科長級以上的工作人員 他們在外面 有所謂的兼職的一個現象 所以導致呢 他們在我們現任的一個職務上面 有一個分心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如果 我們要把他們匯開 還要搭配他們兼職以外的時間 要不然的話 時間一到 他們就要趕著去上他們第二個工作 那我是說 進修例外 如果說今天工人員 他想要讓自己有獲得更多 更廣的一些進修的機會 那當然是我們都鼓勵 但是我就覺得說 今天本身來講的話 國家栽培你 也有給你一定的一個薪資了 那你居然還要在外面再做兼職 我想請問處長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如何 謝謝醫生給我們說明 那當然本職最重要 因為他的薪水來源就是本職工作 那如果這個兼職是因為 組織功能的任務需要 譬如說剛才提到的長照 可能是衛生局跟社會局合組的一個 那可以 但是如果說是外面的 外面如果是兼職 那是算進修吧 進修啊 進修是因為 剛剛講的那個如果說 今天他配合長照計畫 然後他要在外面兼職嗎 不是 他有一些是任務編組的兼職 那個就是一個臨時任務編組 那個沒問題 我現在講的說如果是在外兼差 對 然後沒有經過同意 沒有符合規定 那當然不行 那當然要查處 怎麼要經過 他要再查報嗎 對他一定要申請許可才可以 譬如說 要透過你們人事處的一個查核嗎 不需要 我們各機關都要查核 然後由我們來匯整 我們會提供給市長參考 就是說要是經過許可的這個才可以 如果沒有經過許可 那現在目前在你手上有幾件 因為我們配合審計處去年全國都通查 那我們現在那時候已經查出是有100多位 包括所有的臨時人員都在裡面有100多位 然後做出懲處的大概有20幾位 科長以上的呢 科長的應該是個位數 各位數 好我是希望說你會後再 我們會再提醒我們各局處 就是說要特別注意主管以上人員的不合理的兼差兼職 那這樣的話真的會影響到本職的業務 好吧 我是希望說會後這個部分麻煩你再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狀況確實有點嚴重 它已經影響我們整個的市府的整個團隊的一個運作 好嗎 好 謝謝 我們也會請他們切解 如果切解之後他還是這樣做 那他的責任就一定要被追究了 好 謝謝 謝謝 局長 一座好 我想本席請你做一下意見交流 不外乎大概有幾點意見 到現在為止說實在的 從之前的部局長到現在局長這個位置 我最在乎的最在意的就是我們全桃園市 之前未升格現在已經升格了 就是整個我們資源 醫療資源分配不足的一個嚴重的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有關於我們桃園市資源分配不足 尤其是城鄉差距過大 這個問題請問一下你的看法是如何 我想請問一下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一些進展 可以做報告 那個我們桃園的床位跟我們的醫療資源 目前是在整個桃園市是在醫療充足的層級 那我們另外在做那個醫療資源的需求調查 那也發現我們大概超過96%的民眾 他的醫療問題在桃園市都可以解決 那只有少數要因為開刀或者是癌症 要做進一步的治療的話才會轉到外縣市 對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民眾期待了醫療資源分配的部分 是不是需要我們衛生局要更加強推動呢 因為目前來講包括今天的新聞也有講 包括我們鄰近的新竹 包括台南包括台中甚至新北 他們到目前為止對於整個的醫療建設的一個建構的一個藍圖 還是如虎如土的在推動 但是反觀我們桃園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看到衛生局針對這個區塊來做任何的一個推動 或甚至任何一個藍圖的一個架構 局長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如何 跟妳做報告 那個我們其實桃園 我們一直都有在追蹤這個桃園的醫療資源的服務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桃園市裡面有醫學中心 地區醫院 區域醫院 那我們的醫院數跟床位數都還算是充足的 那另外一座提到那個分配的 對 我跟你講妳現在回答我的部分是屬於你們專業層級的部分 但是我現在要跟你提出來的是民眾的一個期待 民眾的期待 現在目前民眾的期待 跟你們衛生局現有的數據中間有很大的落差 如果要把這個落差拉近 這樣妳懂我的意思嗎 是 是 站在我們今天你們那個事務官也好 或站在我們桃園市政府的角度來講 我們是不是應該苦民所苦 我們是不是應該了解到 目前針對我們偏遠地區 或者是臨近的一些外圍的一些地區 不管沿海也好 或者是山區也好 針對我們醫療建設資源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要做一個加強 一座這方面我們一直都有在評估也在努力 那那個 因為醫療資源的話 我們現在是充足 那一座剛才提到的可能是交通 或者是那個 或者是分配均不均勻的地方 的這一部分 就是分配不均 現在是很嚴重的是 城鄉的一個醫療建設的一個資源 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那妳剛才給我講的是一個所謂的專業的一個數據 所謂的那個床數以及目前 但是現在目前來講我們民眾的期盼呢 民眾的期盼這一塊難道我們忽略了嗎 一座提到的可能是市立醫院這部分的建設 那跟一座報告各縣市的狀況 不是不盡相同 那目前其他縣市 雖然不盡相同 但是你看看國內外 不管是先進的國家也好 包括我們國內 我剛才有說過臨近的縣市也好 他們針對醫療建設的部分 每一年都有做一個整體的一個統籌跟一個計畫 我現在還是要問局長 請問一下就醫療建設的部分 你到底有什麼看法 不管是市立醫院也好 或者是急診重症的一個醫療體制也罷 包括現在的一個小子化的衝擊 我們的那個幼兒科的一個提升 甚至我們的未來的一個那個老年照護 長照計畫 我們那個政府 中央政府非常重視的長照計畫等等 這一些想請問一下局長 針對這一部分到底的看法是如何 你的那個醫療建設的籃圖 到底什麼時候 在初步來講可以建構完成 謝謝一座 一座剛才提到我們在量的方面其實是充足的 所以我們這幾年的目標一直在把品質 還有我們的服務的層級把它提高 那一座剛才提到說像兒科的 兒科在醫院的服務 那我們在這一兩年其實已經有用 不但是議會的支持給予預算 那我們也用好幾個政策 那鼓勵兒科醫師到醫院來服務 那所以目前的話可以看到的成果就是 我們有增加兒科的24小時的急診 的醫院的服務數 那另外的話 一座還提到那個 至於是不是市立醫院的建立 那這個因為我們現在的醫療資源上升充足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在品質跟平均這方面 做進一步的協調跟努力 但是因為市立醫院 與其在市立醫院或者是說在原有的醫院的 好 經常醫院時間的關係 我是希望說未來的回答 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方向 因為你現在回答都是未來的一個規劃 未來的規劃 因為在每一次質詢的時候 你回答我們都是所謂的 好 謝謝 請坐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 陳麗麗議員 謝謝 請到衛生局 一座好 你好 這邊也要謝謝衛生局 一座有很多選民服務 你們也都很幫忙 但是我針對你的這個報告的內容 請教一下 你們社區的巡迴 這個復健的計畫 已經執行多久了 我們從去年開始 我們從 一年了是嗎 一年了 對差不多一年了 你們強調的是說 這個醫療資源的不夠 所以說政府想幫忙偏鄉地區的人 是 所以來做這個復健的工作 那你偏鄉地區大概指哪裡 跟一座報告 因為我們做這個復健計畫 我們是把全市的 有復健的醫院跟醫療院所的資源 然後做過盤點以後 我們針對那個復健師跟復健醫師 但是不夠不足的地區 我們先推行 我們先推行有這樣子的 社區的住點的服務 因為這個復健工作 不是復健一次 有時候復健工作是要連續性的 不間斷的 對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你們強調這個服務工作 偏鄉地區是指復興嗎 還是指沿海呢 包括爐竹、大園、觀音、新屋、大溪、復興 我們在這個幾個區 因為它的復健科醫師跟職能治療師還不足 它的比例相形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有住點 而且定期定點的服務 好的 那我剛剛有提到 復健不是一次就能夠復原嗎 是是 一般來講復健大概都要幾個月的時間 幾個月的時間 那在你們這個復健的過程裡面 你們是每個禮拜去一次嗎 一個禮拜都會去服務一次 那這個對象 除了說來過的人知道 那如果又增加也沒關係對不對 是 如果是有需要的民眾 我們都可以接受這個服務 那你這邊一年的服務的時間 你有沒有統計過你們大概服務了多少人 我們從去年五月開始 然後我們 今年五月到七月開始 今年七月五月 五月開始 那目前服務的人有八百八十五人 這就是一年服務全是 不是 五月到七月 是 服務了八百多個人 是 八百多個人 那也有的人在你復健的過程裡面 就慢慢地恢復就不來了嘛對不對 如果恢復了就不需要 因為有醫師在當場評估 所以如果他已經可以自行做復健 或者是他已經恢復到一個階段 那他就可以結束治療 那你這個復健工作就是 持續就對了 你服務的這個地區 有人 也許復健的三個月 OK了 然後他不來 可是 如果 有沒有哪一個地區 都沒有人需要復健的 我們的復健服務 這也謝謝議會的支持 因為其實 我們是全國唯一一個這樣子做 而且我們還加上中醫 所以 所以其實目前的反應非常的熱烈 我們還擔心說那個 有需要的服務 會不會 有需要的民眾 是不是沒有辦法 能夠都享受到所有 充足的服務 那這樣子 謝謝你們衛生局 這些工作要做 我當初要推出來的時候 議員也感覺到說 這個能夠發揮它的效果 一般我們都是到 這個醫院去做復健 那如果說 你能夠把這個持續下去的話 既然又是全國 只有我們這六都 只有我們在做的話 如果能夠成效不錯 我希望其他的五都 也可以向我們看齊 是的 謝謝你們衛生局 那我再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人事 人事部分 人事部分 自從我們生了六都以後 我們有看有很多的這個局處 都有合併 因為你們也希望說要瘦身 但是呢 我看了你們這個 105年的預算原額 增加了將近200人 那成長了3.4% 請問你增加在哪個單位啊 106年 謝謝一座 因為我們生格就是希望 跟其他五都的那個 服務能量會擴張 我們優先會成 優先配置在工程單位 還有第一線的服務機關 好的你講的是工程單位 跟服務機關 那我請問一下 那個約聘僱跟臨時人員 你在106年 比105年 你上面有寫的嘛 增加了134個人 成長了2.5% 那你那邊寫的說 因為重大施政 即辦理各項工程業務所需 請問什麼叫重大施政 就是像我們食安是一個重點工作 所以衛生局 當時我們的約聘僱就增加了不少 像這種有重大的民眾關心的 這個業務 我們一定要有更充足的人力 來讓民眾覺得我們是有改善的 是有提升服務品質的 那這樣子是106年的這個 預計要增加的人數嘛 是已經過去是呈現的 是105年就呈現在預算員工上面 看得到的 那106年是因為我們升格 行政院特別給我們861人 我們是分三年來禁用 然後剛好在106年會增加200位 是這樣子 那你要把這個人員補足嗎 是是 一定要 因為我們人力不是很多 我們一定要讓每個人都到位 好的 那我再請問你 這個人員是政府核定給你的 對不對 是中央行政院核定 同樣同意給你的對不對 A平固的是 影史人員是我們自行核定的 是有不同層次的 不同層次的 對 支援的一定是行政院 中央給的 所以說中央同意給你 861 就是我們這次升格 103年12月25號 那你800多人 這都算是正式的公務人員 是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的人數這麼多 這項人事費用也負擔很重 對 所以我們要好好善用這個人員的效能 就是說不要 那你在準備分幾年 把人員這個增加足足 謝謝一桌 我們到了106年 就全部三年都把它編組了 就是預算員額的部分 好的那我再請教你 你剛有提到這個正式的人員的編組 你這個都上中央爭取了800多個人的名額 那你在這個身心障礙人員方面呢 你又超額禁用了400多人 那這是怎麼回事 就是說他的要求 可能只要800位就好了 但是因為我們各機關 在用身心障礙的時候 可能多用了 沒有關係 我們鼓勵大家多用 你多用了 就是表示你達標之外 還超出標準 用了更多的我們的身心障礙的同仁 是這個意思 這樣子 因為你這邊依法應該禁用700多人 可是你實際 就是低標是700多人 但是我們超出了700多人 到達1000人左右 所以這個呢 這個人事費用 也是要我們議會同意才能夠用 是不是 都會放在預算書裡面 那這些人 他們這個重視這個身心障礙人員 這個讓這個身心障礙朋友 我感覺到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可是你剛講到這個費用 也是我們預算裡面都有編 都有編 那他們也希望受到重用 沒錯 那在這裡我也想知道一下 這個 他們的身遷有沒有按照這個管道上來 有沒有內部自己的調整工作 有沒有 謝謝一座的關心 因為這裡面如果是正式職員 跟大家都一樣 就憑著他的工作表現 我們當然不能說因為他是弱勢 我們就 呃 不是重視他 一定還是一樣 因為他有工作能力 那至於一般可能 比較多的是臨時人員 因為臨時人員 比較不需要任用資格 所以 臨時人員不用任用資格 對對對 所以他們就大概都 通常當中臨時人員 那請問你 那個 タタiu 那我請問你 雇工 雇工或是雇工或是約雇的工作 一呆呆呆了20年 那個薪水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有這個內部能夠調整的話 我希望說我們要考慮一下 給這些人一些鼓勵 20年來給他一個鼓勵 內部能夠晉升的話 因為他們聯資也夠了啦 而且他們表現如果不錯的話 應該是要優先考量 如果表現不好你也不騙了嘛 不是嗎 還有我再請問一下 這個台北市啊 這個三節的慰問金已經取消了 這個三節慰問金是我們自己部內作業 不用中央核准 還是按照這個退休人員的照護事項 這個規定啊 各六都各自決定 其實台北市是想在前面建議行政院的啦 那行政院把這個提案納入他的政策考量 然後最近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從明年1月 就取消了三節的慰問金 每一節大概兩千塊 只有保留技工工油 跟兩萬五千塊以下的月退人員 還有一些就是 因為當時身心障礙 他有這個償費 沒有工作能力的人才有 所以有限縮 所以我們市政府在106年度的時候 這預算有刪嗎 就是因為行政院有這個規範 然後我們就要配合執行 所以會少 會少 預算有沒有編 有 預算有編 但只是編技工工油 因為他同意的對象才有編進來 是這樣子考慮的 對 OK 好的 謝謝你的回答 謝謝一座 謝謝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陳美美議員發言 謝謝 謝謝副議長 我先就要與我們郭處長 是 一座好 我想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身心障礙人員的 你這邊有講到是說 我們現在有超額禁用 那你的超額禁用是 是只有本身府內的呢 還是說其他 只要跟我們市府有相關的這一些 不管是 民政的那個就是戶政的 戶政那些裡面也含瓜呢 還是可以說明一下嗎 是 跟一座說明 我們這個數目是 全部所有的市政府首屬機關跟學校 都是納在我們的一個統計範圍 就是說只要是百分之三 就是有三三零以上 一定要僱用一位身心障礙的同仁 那這是我們要照顧 這是全國一致性的 那如果沒有足耳禁用的話 就要講到華金 而且要被追究責任 所以我們各機關學校 我們都要協助他們 盡可能不要有這種情形發生 如果有這種情形發生 要縮短在三個月內 我們有一個自我要求 要一定要把它補足 不要讓他被罰款 然後被首長追究行政責任 因為你這個整個是有超額用四百一十四 因為之前有民眾也跟我們反應到 就是說其他的這附屬機關的部分 還有的還說有缺 有缺這個身心障礙的部分 我是希望說比較詳細的匯號相關的資料 你再給我們一份 再來就是說之前像一些企業 對於員工的照顧 他們就會有設托額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我們自己市府的部分 對於這些我們這些員工的部分 托額的部分 我們自己有在做規劃嗎 謝謝易作 因為確實我們要給同仁一個友善的工作環境 所以我們當然要特別重視 所以我們目前是有跟50家合法立案的托役服務機構 過來簽署特約有的優惠合作方案 這個是沒問題已經在做了 那當然如果說要像台北、新北 有一個專屬的托額所 一定要符合那個設備的要求 那我們有拜託教育局幫忙看看 有請財政局能不能找出一個空間來 甚至我們都跟秘書處拜託 有沒有找到這樣合適的地方 我們來朝這個方向努力 我是希望說能夠這個員工的部分 能夠也照顧得到 不然他們有時候要接送小朋友 又要回來又要趕著上班 夾距離太遠也有點不方便 是 我們就是說現在受限於硬體公斤 可是我們當然還是想辦法看看 有沒有可能在外面找到合適的場所 那也甚至在我們未來如果說有新的行政園區 要把這個考量也放進去 好 謝謝 謝謝 我再來就這樣也好 我們蔡局長 我之前在上海會期有提到 這個口服輪狀疫苗的部分 那目前應該是說明年度 你們有再做規劃了嗎 可以做報告 因為口服輪狀疫苗 我們本來有規劃 但是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預算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可能會找那個 就是慈善機構或公益團體 那我們來做這方面 對弱勢還有早產兒子 這個族群的補助 因為我這幾天 有稍微看一下那個新聞 現在這個倫狀病毒 好像還有一個新的G8型的病毒 好像聽說比之前的這些G1型的這些病毒還要強 我是希望說這個部分 這些相關的疫苗 至少對於這些比較弱勢的這些家庭 我們能夠先優先來規劃 是 謝謝一座 我們會再朝這方面 在那個預算成本這邊 那我們會做考量 那我們也會努力做這方面的規劃 好 謝謝 再來 我們現在 你們有沒有統計 這個違反這個要事法的部分 今年度有被裁法的有多少件 我們今年記者 我記得是記查到幾千 兩千多件 那如果違反的話 行政採處大概215案 然後移送檢調48案 然後移送到外縣市是310案 那我們總共查核了2833個案 2833案 那就是大部分是都是網路銷售呢 還是哪一些方面的銷售 最常見的是網路的賣家 他不符合這個標示或是廣告 或者是沒有藥商的執照 就做這樣子的販賣 因為有時候我們也很多民眾 來跟我們陳情 有的就是可能把家裡 比如說家裡之前有小朋友 已經長大了 有一些器材 他想說還沒有什麼使用到 就會上網做二手拍賣 所以我是希望說這個部分 我們能夠再來加強來宣導 這樣才能夠減少有一些 比較不了解說 你沒有相關的這些取得相關的這些執照的 不能把這些東西來販售 醫療器材需要有藥師的執照 才可以做這樣子的販賣 那我們也在 除了我們平常的宣導的話 我們也會在網路上 跟這些買家盡量讓他們 在做這個販賣動作的時候 能夠有跳出來的提醒 我是希望說這個部分能來加強 再來就是有關於 我們現在也通過了 就是那個長照 長照十年計畫的2.0 中央部分也預計說 2017年一月一日要正式啟用 那我們目前對於這個長照2.0的部分 我們已經有在做準備了嗎 有的 剛剛一座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在 跟社會局 我們一起在做我們長照資源的盤點 然後根據2.0的計畫 那不管是他們的服務的內容 然後或者是擴大服務的對象 那我們這個都會應應我們桃園市 特有的資源 那我們來做服務的設計 因為現在老齡化的人口也越來越多 這幾年大家對於這個老人的這些照護的工作 各個家庭也越來越忠視 我是希望說這個2.0的部分 它是擴大的層面 有擴大哪些層面的 根據中央報告 原來10項的服務 我們現在已經擴大到17項 那至於服務的對象 本來是從65歲以上的私能老人 那我們加入了其他的不同族群的條件 那除了私能之外 那我們另外還有原住民的年齡限制 然後還有 那最主要說的是那個服務對象跟族群的擴大 我是希望說能夠照顧更多族群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啊 這個普魯市啊 我們桃園的這個普魯市的建制啊 有就是有相關的規範嗎 有的我們不但有規範 而且我們也有做考核跟評比 因為前一陣子啊 我們辦地景藝術節的時候啊 那一天我也有去巴德 當天啊就有那個家長啊 因為去的人潮也很多 就有家長帶那個比較小的小baby啊 他說啊這邊沒有那個服務室啊 好 要使用好像有點不太方便 啊又在廁所裡面用 可是廁所的環境啊其實也 也蠻不適合的 我是希望說這個巴德這個生態皮糖的部分啊 好我是希望說後續能夠有相關的這個普魯市的規劃 好的 謝謝 謝謝副議長 我想局長跟處長啊 還有我們主任辛苦了 那先請教我們蔡主任 是一座好 你好 辛苦了 我們衛生局啊 編制有多少人員 我們目前應該是正式員工應該是 衛生局是266 不包括衛生所嗎 沒有包括衛生所 那衛生所多少人 衛生所 13個衛生所 13個衛生所 現在 大概有兩三百人 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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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加起來不到五百人 467 對 467 沒有超過500 那編制有這麼多人 那你的預算 一年 今年編了多少預算 13億左右 13億 實在 我要給你鼓勵 給你打氣 真的 你這個編制 人這麼少 這麼重的業務 都在衛生局 那麼 你看長照 我們同仁也講 長照2.0 你要負責任 我們食安 你也要負責任 我們醫療保健 我想我也要替衛生所的公衛護士 也要發個言 他們真的很辛苦 他們好像有三頭六倍一樣 常常晚上去加訪 衛生所的這個護士 有沒有加班費 我們有編列的加班費 他們請領加班費很多嗎 還是 有的還沒有請領 還是說 經常請領 因為我們是提供加班費 或者是補修 給衛生所的同仁 來做選 你覺得這個公衛護士 會不會工作過度 複合過度 因為公衛生的項目其實非常的大 包括精神 包括原來的醫症 還有那是 有很多人跟我投訴 他們壓力很大 都快受不了 你有沒有深入了解 去改善一下 有沒有什麼辦法改善一下 可以做報告 其實我們目前的話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把業務的流程簡化 那或者是結合在地的醫療 或者是社區的資源 但是因為我們的 講到重點 我們業務要簡化 他們業務有哪些 你知道嗎 我希望你 我念出來以後 你做一個工作的實數 的分析表給我 我以後再來做個研究 他們要仿視 要去傳染病的仿視 像登格爾 腸病毒 結合病 仿視要花很多的時間 還有接種 現在的流感 流感疫苗 他們主任都在這邊很辛苦 事實上接種都要有醫生在 今天這個醫生都在這裡 我想如果衛生所裡面 沒有醫生的話 那邊還停擺 所以接種很重 像肺炎鏈球菌 子宮頸癌 新生兒常規的接種 抹片 抹片也是一個業務 還衛教 公衛宣導 精神病的 菸害毒害 藥物濫用的 還有基塔 現在衛生所的業務裡面 包不包括食品基塔 食品基塔 目前沒有請他們 全部調到 統一 那麼 基塔 以前是在公衛護士裡面 兼任 那麼 還有抽血 每天都有抽一大堆的血 那麼 還有跟診 還有做報表 跟診的時間 要算算看 在他們工作時間 佔了多少比例 現在要做個轉型 我想很多人都有這個共識 衛生所要做個轉型 過去的時代跟現在不一樣 因為現在的診所比較多 醫療小管家做到現在是兩年 你認為要不要再做下去呢 可以做報告 因為醫療小管家最主要的精神 是希望民眾有正確分級醫療的觀念 那能夠善用 我只問你說要不要做下去 因為現在中央也有在推這個大的政策 那如果一旦民眾有建議 你還是講得太多了 有還是沒有 要做下去 我們明年還是會繼續推 所以做的方向 我再給你一個建議一下 你剛剛都有講 你要做的方向 醫療小管家 就是要改善民眾就醫的習慣 要節省我們的醫療成本 小病小診所 大病大醫院一 現在大醫院80%的門診 小診所都可以處理得很好 所以民眾的教育 不是說民眾有選擇的自由 民眾要告訴他 哪裡是方便性 連續性的好好的照顧 所以醫療小管家的重點 要放在這邊 像你現在打流感 我看到一個現象 我不以為然 現在打流感 把老百姓叫到廟裡 活動中心 剛好辦我們九九重陽節的活動 很吵腦的時候 再給他順便打流感 這樣是不對的 現在什麼時代 那個好像是以前 真的是三十幾年來台灣 阿兵哥在排隊打流感 當然打流感給老百姓方便 其實在這邊醫療小管家 有166個診所 方不方便 太方便 現在合約大醫院也很聰明 他不做賠本的事 他一去以後 他的人力要賺回來 對不對 他都拼命的在人最集中 最吵雜的地方打了就走 反而鄉下的地方 沒有這個合約的院所 大醫院去打 這個政策要好好的 要想一想 你不要背道而馳 你告訴診所說 冰箱要設好 環境要設好 走道路線要設好 每一個都遵從了 結果不來打 倒是大醫院 把那些村長集合起來 好像我們還在五六十年代 那個樣子的打流感 老百姓的隱私 還有很多醫生問診 都很差 都很粗魯 所以你不要背道而馳 時代在變 我知道你很努力 很多的事情 你正在突破 就是在一個轉型當中 衛生所的主任也在這邊 他們過去很辛苦 現在我要給他們打氣 雖然我們這個二十七號 有發生一些事情 我想局長也要幫他們 好好的安撫一下 給他們說明一下 這些衛生所現在要 要改變經營的方向 也就是說工衛 這方面要配合多一點 那診所的醫療 可以慢慢的委託 我們這醫療小管家裡面的診所 或者附近的診所 甚至打預防針 任何一個工作 都可以讓這些 我們的精神醫療群的 大醫院的來分擔 那麼你們護士的工作 科長這些工作 就減輕了很多 那麼老百姓就可以感受到 真的是一個健康快樂的城市 所以方向就從今天 現在要改變 那你局長的責任很重 如果你人力不夠 剛好我們人事處處長 在這邊 你要不要增加人力 你感覺現在人力夠嗎 其實我們非常希望增加人力 因為我們在六都裡面 公共衛生的人力 其實是應該算是最少的 我知道 所以我替你講話 每一個公衛護士 都是三頭六倍 我想請問郭處長 我剛剛講話 你都有聽到了吧 有有有 你有什麼感覺 確實我們原額 要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民眾更需要的地方 他們正需要啊 他們需要轉型 他們讓老百姓有感 這個機制就是在做這個資源的分配 我們會把這個意見 給委員知道 不是 你把那個工作時數 報給我 我再報給我們人事 看看他們是不是三頭六倍 他們是不是過勞 會不會爆肝 我想 尤其是 要績笑 回去以後 你要做報表 做績笑 那個都是算在不能報加班費 好 我想 我再請教一個 我們石安 這次成立一個 我們的 是大隊吧 還是 大隊 人員都補足了嗎 目前我們補到25人 還差幾 還差人嗎 15人 因為石安的工作比較繁瑣 還差15個人 機察員 以前衛生所至少有一個機察員 現在機察員都調過去了 還差15個人 因為我們剛才回答的是 石安機察大隊的40個 你們平常的機察員 也放在石安裡面 對不對 所以你們的工作很辛苦 你看 你機察 光機察 旅館 水游泳池 食品 隨便 隨便講個東西 讓你忙翻天 你根本沒有那個時間 所以人力一定不足 這方面我們在調查 我們選人事出 要盡快補足 補足的人 好不好 謝謝議長 因為我們的空間跟人力 謝謝 請坐 接下來請黃文如議員發言 謝謝 郭處長 議長好 請問一下我們這麼龐大的市府團隊裡面 有多少不適任的公務員 或者的同仁 謝謝議長 因為我們四個月的一次平時考核 就是考核大家的工作表現 是不是適任 如果不適任的話 就要面談 就要輔導 讓他能夠改善 他如果不改善 我們當然就要提考機會 大家來認定 是不是不適任 那在去年 有多少的同事 被送考機會 甚至於被資遣 如果是打平等的 有差不多二三十位是被打平等 不過平等裡面 通常都是延長病假 延長病假期間 因為沒有工作事實 然後如果說真正不適任 大概我印象中不會很多 怎麼會你印象中 因為我看過資料 而且你怎麼可以用印象兩個字呢 我看過資料 看起來就是 這對於整個公務的運作 這是相當的嚴重 你怎麼可以用印象呢 我看過資料 我跟你講延長病假 請用這個打平等 這是很不人性的做法 對不對 那些平常工作不是很努力 而且又有自己一些 有一些怪癖的 對不對 每天鬧著要自殺的 這些的經障的 你們也應該要給他送去輔導啊 對不對 然後一天大人在那邊檢舉的 是不是 對 這些都 你不能夠用這些 不適任你 用你的印象兩個字來 你應該要深切的去 深入的去處理啊 是好 我們會根據這個資料 再去深入了解 我跟你講啦 說實在啦 要一個公務員 要叫他走路 真的是很困難啦 日前啦 我們一個機要職的人員 在衛民服務中心 喝得爛醉 然後民眾投訴 這些案子現在怎麼處理 這個案子 房清國際你就不敢辦 是不是 蛤 是不是 不是啦 這個還是要根據 相關的法令規定 確實如果不適任 當然有相關的法規可以處理 好 那如果針對我剛才所講的 這個例子的話 是 依據哪一條 哪一件 因為公務人員徵務法 就講的很規定 講的規定很清楚 如果工作不適任 當然就要做處理 就要做退場基礎 對啊 那有處理嗎 你知道這件案子嗎 那這個房清國際 目前是怎麼處理 我看他目前還是在 市府走來走去啊 蛤 如果行為不適任 當然要改善啦 一定要改善 有沒有做處理 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我剛才提座報告過 就是要一個輔導 我問你這些的這個 黃金國際 是用公務人員任用的條例嗎 它是根據任用法 講的機要人員的進用辦法 是考試驗訂定的 就是他雖然沒有任用資格 那他們不是用這些 他不適用咯 他當然還是可以適用 因為譬如說 你要給我們正確的答覆嗎 第一個就是說他沒有保障 公務人員是有保障的 他不隨首長同進退 我知道 那我現在就針對這些機要 這個機要人員的這個失態 然後這種不當的行為 你們有沒有做處理 可以處理嗎 有法令適用嗎 當然就是因為行為 這個是如果說是一個個案的話 當然要改正嘛 一定要改回到原來的這個正常行為 這樣才不會讓民眾覺得說 我們的人員是數值太差了 然後另外就是說 這樣的行為他如果一直都不改善 我們都有紀錄 那當然就到一定的程度 這個一定要做一個適當的處理 那目前這個案子還是沒處理了 對不對 我們當然也要了解這個實際的情況 做適當的建議 什麼叫適當的建議 已經發生了快一個月了 還在適當的建議 處長我想你也是很怕這些黃金國際 不會啦 一位公務人員就是違法行政 對不對 您是很優秀的一個事務官 另外真的說實在 我們桃園真的升格以後 但是在全國也很有名 早上報紙一翻開 一個36歲的已婚的老師 跟15歲的學生 點點點 對不對 像這種事情的話 要怎麼處理 只有老師的話 可能只有解聘一職啊 蔡局長 我們有六個衛生所的主任 對不對 涉案 是 覺得 願望的請站起來 怎麼還少一個 願望的請站起來 有一位請教 好 局長 我也相信 他們 有絕對的付出他們的勞力跟勞務 勞力來處理 來做這個 來做這個 艾滋病的篩檢 只是 對象用的不對 對象用錯了 而且啊 現在地方上 對於衛生所的這個 對於衛生所的主任 衛生所的業務 都採取不信任的態度 這是冰山一角 在不知情的人的狀況 你給他抽選 一個老榮民跟我講說 我也有份啊 我已經七十五歲了 我怎麼動得了 對不對 這是世紀大笑話 局長 我也 我也認同 既然敢站起來 就是冤枉 可能只是便於行事 沒有在 沒有做深入的去 沒有去深入的去 把這個 對象弄清楚 我們會妥善的 我們會加強告知這一部分 我是給你一個很好的建議 我希望 真的把這些的主任 來一個大風吹 桃園區的留下來 其他的大風吹 因為真的啊 民眾對你們已經有 不信任的態度了 再留下來的話 而且 坐在這個位置 啊 那個主任 把我當作艾滋病的 去篩檢 或者是說 其他啊 是不是在我們身上 又A了什麼東西 對不對 又A了什麼好處 所以 今天敢站起來 我也認同 他們 我也覺得 他們敢站起來 他們就是 他們也真的是冤枉 但是啊 在植物上 我希望 你能夠 給他們做一個大風 能夠給他們 調動一下 可以嗎 謝謝一座的意見 我們會回去演你 那因為那個 因為醫師本於專業 局長我問你 我的意見寶貴嗎 寶貴 一座的意見 很寶貴 很寶貴 那可以施行嗎 行得通嗎 我們會 我們會拿回去 做嚴謹的演你 我們會慎重的來 來考慮 對啦 我跟你講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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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於 這個醫療方面 不是專家 但是我是認為說 真的 現在 三部一個醫院 兩部一個診所 真的 你們衛生所 你們衛生所 應該要走入 保健 跟公共衛生的 這個方向 這個我們跟衛生所同仁 一直有在朝這方面 在努力 謝謝一直做的提醒 你們的業務 應該要朝著這個方向 來前進 是 對不對 說難聽點是語明真理 但是講語明真理 我想 也有很多 每個衛生所主任 也有很多的粉絲 是 對不對 像我們楊梅的那個 的主任調到龍潭 我也聽說 一個朋友 怎麼會從楊梅 從那個什麼大 大溪 跑到龍潭去就整 我還跟她講 顏忠傑主任不錯 顏忠傑議員不錯 顏忠傑議員不錯 他說不是 那個主任以前我們都很熟的 所以 所以這還是有她特別的粉絲 但是今天發生這種事情 我覺得是讓他們覺得 或許是很委屈 但是我是覺得還是要給他們大風水 而且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如果你們在你們的業務上面 有便宜行事的這種行為 希望你們也趕快 能夠 能夠至今 是 謝謝一桌 因為做人事輪廉 人事處跟那個 也跟這件事 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我們會做考慮 人地不移的這個 的這個 上方保健 就可以處理得很好 對對 還有 那個處長 是 我是不知道目前 上班時間 是不是市府的同仁 還在看我們的轉播 我跟你講 我不是怕大家看我轉播 看我的發言不夠好 或者是對他們不利 但是我覺得這個在民眾的觀感 真的是很不好 而且那聲音又放得很大聲 那不可以 之前我去環保局 我拉到了嗓門 跟他們交談 還有民眾就講說 我們這要要求 確實 以民眾為第一 我也講了那麼多天了 現在到底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經費太多了 是不是 不然的話這些聯絡人來做什麼 是不是 你們要 我們可以請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王浩宇議員 呂林小鳳議員 以及林志強議員 三位議員 共用十分鐘 謝謝 謝謝副醫長 那個局長 我上次有質詢過 有關於早療的問題 你知道現在要去做早療 第一次到那邊 要排多久嗎 大概要排多久才能第一次去參加治療 比如說以我們中立區來說 你知道大概要排多久嗎 因為每個醫院的那個人力 人力支援不一樣 以我們幫助的個案來說 大概要排 中立大概要排一到兩個月 如果是跨區的話 甚至是半年以上 半年以上 那這樣子其實對孩子來說是非常不好 因為早療就是因為他在零到六歲 他有一些發展遲緩 他需要早期療癒的資源 但是目前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那麼即時的給他資源 那我想請問 目前我們剩下幾個衛生所有相關的業務 跟一桌報告 因為一桌剛才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醫院的資源有限 所以我們才在各部分的衛生所裡面 有提供這個早療 在評估前早療的我們先期的服務 所以目前有四個衛生所 有這樣的一個業務對不對 六個 六個衛生所 那另外就是說 很多我們還是用教保老師 來替代這樣的資源 其實這凸顯的 就是不管是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 還有所有的語言治療的師資跟人力 其實不管是在衛生所也好 在私人的院所也好 在桃園應該都是相當不夠的 跟一桌報告 那個教保老師是在幼兒園的部分 那我們衛生所主要是職能治療師 還有復健醫師在做評估 這個粗動作 細動作 那語言這一方面的評估跟治療 那一桌提到應該是在幼兒園教學的這一部分 所以幼兒園裡面也會有一些相關的 教育局也附有找療的業務 那他們主要是在幼兒園裡面有教保的老師 另外就是我知道今年 今年是編了80萬要來做這個 長期潛在性的長照需求的這個 那為什麼會這樣兩個提在一起 就是因為這些老師其實 他跟長照的使用其實是可以重疊的 包含物理治療等等 其實兩個是可以重疊使用的 所以在長照的部分以後會用到 那現在早聊也可以同時使用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增加人力 要求私人的院所增加人力 然後衛生所這邊提升人力 我覺得是還蠻必要的 在拜託從這個部分多努力 謝謝宇宙 因為宇宙的重點很重要 因為長期照護不止只有老人 小朋友這一塊其實也是需要長期的照護 謝謝 謝謝宇宙 好 那個人事處長 宇宙好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升格了 那市府目前有很多 推動很多重大的一些建設 那我們的各機關 是不是人力的部分 是不是都已經有補服了 那還有就是說 這個市府的這個因應 的這些各方面 是不是 謝謝意中關心 我們目前比較欠缺人力的是工程機關 那會影響到我們的工程建設 所以我們目前最近都是在 在副市長的指示之下 我們就是協助各機關把他 該補足的員額先補足 然後再加強他的教育訓練 我們特別為工程人員 像養工處就最多了啦 養工處確實他們很辛苦 那當然有些局處是因為 他可能就是新成績機關 然後他的一些配套做事還沒有完成 我們也注意到這個現象 那我們在市政會議也報告過 那公務局局長也很重視 所以他們內部有做一些配合調整 對我是覺得說這個在人員增加的部分 該要增加是要增加 然後共同來負擔 對一座收的沒錯 很多的一些重大建設還有一些執行面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也有聽到說 我們現在目前市府內的一些公務人員 他們都一直想要往南部申請 調到南部去 這種狀況而且還蠻多的 是因為可能他老家在南部 那是南部的缺也不容易出來 所以包括我們消防弟兄或警察弟兄 他們也都是想說退休之前能夠回到老家去 不是只有消防而已 包括工部門的也很多 但是因為我們當然會要留住他們 因為我們確實要拿出一些留住的措施 所以我們市長在各種的穩抗活動教育訓練 甚至在這個福利方面他都很支持 也是希望能夠留住我們這些優秀的同仁 那那個比如說像國家考試的這個一些職缺 那我請問一下 希望來我們桃園報道的這個比例上 比例還蠻高的 因為我們這個提供的職缺是最多的 因為我們都是一項都五六百個以上 那所以能夠分化到桃園市的是蠻多的 而且報道率也蠻高的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在他留任的這幾年 因為他還在訓練還在做這個服務期間 我們希望能夠多用心來領導他們 能夠他們留到桃園為榮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那個第一線的服務 這個民眾的這些公務人員他們壓力也很大 那市府是不是有設有相關的這個 諮商輔導機制 讓這些站在第一線的這些公務人員 能夠紓解一下他的心理壓力跟工作壓力 我們有一個員工協助方案 包括心理諮商 我們都請生命線協會 做電話專線服務 或者是座便對面的服務 那這方面我們當然就是可能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好像不夠落實 因為據我所知 我有一些認識的 他們都得了憂鬱症 對 所以我們那個衛生局他們也很在乎 所以他們有跟我們人事政府一起合作 做一些團體的諮商跟協助 希望能夠幫助同仁 能夠走出那樣的一個症狀 可以恢復正常 我是希望是這樣子 就是說針對有這個已經 那個心理產生一些不舒服的狀況 或者是說他們已經有病症了 那就應該要稍微調配一下 不要讓他們在第一線 那我也是覺得說 這個站在第一線 真的對民眾的這個壓力非常非常大 那我們要適度的去做 我們會透過人事單位 所以就請注意這些現象 如果這些現象 還應給首長跟主管 讓他們做適合的 是這個理題的調整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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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教那個衛生局長 議員好 那我想我在 上次都有提到這個王小妹妹這個案子 那施打疫苗 然後跟醫院的這個醫療糾紛 我想 我想 王小妹妹也在這個事件當中已經離開人世 那當然我今天不就個案來問你 我就通案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就 我們辦公室 那最近這幾年 接到了很多的類似的這個 醫療糾紛的這個案件 那我們終究歸納起來 大概分了兩個區塊 這個必須要請衛生局這邊來替這個民眾來把關跟解決 第一個叫做這個資訊不對等 第二個叫做專業不對等 我想在資訊不對等的部分 在醫院的部分 他們還存在著本位的主義 其實每當這個醫療糾紛發生的時候 我們想請醫院這個提供這個病例 或者是住院護理的紀錄 或者是急診手術的這個紀錄 常常都是缺漏的 再來專業不對等的部分 我想在訴訟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判斷 那些都是屬於一些科技的 或者是比較專業的判斷 我想在這個部分 那在你們的報告裡面來講 針對醫療糾紛的部分 你們常常就是只協助我們的這個民眾 來做這個糾紛的這個調處 我想有沒有更積極的作為在這個部分 跟一座報告 剛才一座提到兩個醫療糾紛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衛生局有在做 衛生局跟我們的地方法院 都有在做調處跟調解的這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主要就是 第一個要解決這個資訊不對等 剛才一座提到的這個問題 所以經過衛生局的調處的話 那醫院必須要在時間 限時內提出相關的資料跟證據 所以我在這個部分就是要來建議你們 因為常常這個醫病關係的 這樣緊張的情況之下 常常就是因為這兩個比較關鍵的 這個不對的狀況之下 那其實你們衛生局是應該要有一些 比較更積極的一些作為 包括就是說 希望在這個醫療爭議事件的這個發生的這個當下 經過民眾的申請或申訴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建立一個叫做行政檢查的機制 行政檢查其實 更衛做報告 這個目前我們跟地方法院 其實都有類似的機制在做這個樣子的處理 那我們今年還有在做那個 在醫院的有第一個 在第一時間有個第三方的調處人員 來做這個協調的工作 我想這個部分你們積極的來去研議 這個我想在整個調處的過程當中 能夠站在這個民眾的立場 我想病人的家屬他們總是在這個部分有一些疑慮 希望你們能夠站在這個家屬的立場 來去幫他們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好不好 是我們的關懷小組會在醫院裡面為大家服務 那也會保障專業跟 時間關係 我想再來就是說 這個因應長照的這樣的一個2.0的這個計畫 明年準備要實施上路了 那我今天看到你們的這個計畫裡面 你大概有分ABC37 那設置這個 還有這個設置日間照顧中心 你們現在目前已經完成了6家 高原中立平均 好謝謝請坐 接著下來請林立寧議員秋樹芬議員 以及郭立法議員三二議員共用10分鐘謝謝 謝謝 首先請教我們衛生局局長 那個長照2.0現在已經照顧法已經通過了 是是 那從11月開始要事辦 是不是 那請問我們有沒有做好工作了 準備工作了 跟一座報告 我們準備工作其實一直 我們一直有在做 那因為長照2.0 最近在9月10月的時候才宣布政策 那11月的時候會釋交計畫 那這些我們跟衛生局跟社會局都在準備中 那這樣子長照的話有固定的一個這個經費來源嗎 目前中央的話是從淵捐跟遺產稅這邊他們有找到預算 對不然說不然今年做一做明年做一做往後做不下去的話 可能就不太好 那我們培訓的計畫是由我們來培訓還是社會局來培訓 我們兩個局數都有做不同人員的培訓 因為我們這邊主要是做那個照護專員這方面 那我們衛生局這每一年都有在做那個 Level 1 Level 2的訓練 那也有跟護理學會跟長照協會一起做這些教育訓練 那幫助這些幫助相關人員能夠取到證照 取到證照 那就是你們會就是說 因為當然現在我們有關懷據點也都很多 但是現在因為長照的關係不一樣 所以照護者需要這個取照證照 還有這個任何的一個要登錄 那如果沒有這一些你來安排這個課程 讓我們訓練的話我們也沒有辦法照顧 除了中央辦的課程我們也都有在 我們也都有在推廣這些課程 我們有協助辦理 那如果有這些證照的話 對他們也是一個保障一個專業的保障 對啦不但說是可以照顧別人也可以說日後的話 如果說家人有的話也可以照顧得到 所以說希望你們盡快來多辦幾場的這個培訓 好的我們會努力 謝謝 謝謝一座 處長我再請教你 我們現在這個約聘部人員好像蠻多的 尤其在社會局還有這個公務局還有衛生局都非常的多 那這個比例符合嗎 當然比例是有些機關比例是偏高啦 是比較高一點 比較高一點 對那我們當然就是因為每個機關的業務屬性不一樣 我們會衡量喔 它是不是偏高有它的需要 那像食安有約聘部人員比較多 那因為是重點業務我們會支持 那如果說它是不合理的 就是說勞益不均然後沒事做沒有效能 其實現在一般的反應都是這樣啊 我們正式人員都也是營到哪些人 都也是一些約聘部人員在做 做到一大早去上班然後晚上八九點才下班 我們同仁都很辛苦啦 包括公務人員 衛聘部人員都很辛苦 因為我們民眾的期待是蠻高的 那我們當然要越做越好 不是啊 也有同仁反應啊 說這個課長啊 補長啊 什麼科長啊 都營到要死了 就這樣才可以 這樣不行 怎麼有這種事情不可以 對啊 所以說我們這一方面 如果有這樣的現象 我們當然也會來協助處理 如果說有這樣的機關跟單位 這樣勞益不均不可以 我們人事事務留意 謝謝 一樣就叫我們郭處長 我想在那個這個人事的部分 要控制中央的這個總預算 那中央政府那行政院在106年度起 他要通刪 中央各部會的這個公務人員 及約聘部的這個人員的 兩個員額的一個任用 合計大概1%左右 那未來我們這個部分 桃園市政府是不是會跟進 因為它這個是不幫好人地方政府 是 謝謝意中關心 其實我們當時聽到這個通商 我們也很緊張 因為我們才升格而已 需要人力來預助 那後來瞭解是 只針對中央部會 沒有包括地方政府 因為我們從升格前到升格準直轄市 到現在升格為直轄市 其實我們人力有增加蠻多 那增加這麼多的這個人力裡面 大概有大概1000多人 有成立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局促出來 你覺得這樣的一個人力 跟我們現在整個人員的一個配置 跟業務的一個推展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是 我們這兩次的增援 加起來是2100多位 那確實我們把它放在第一線的服務機關 跟我們工程 因為過去我們可能就是沒有人力 可以預助 那因為我們的市政重點是在於 讓我們能夠趕上六都的建設跟品質 所以我們當時有經過專案小組的研議 有建議市長做這樣的配置 那現在替代役的工作 還有包羅萬象嗎 其實我們一個市政府 就像一個小麻雀五臟俱全 什麼都要經過 但是總有去重點業務 那重點業務我們會看到之後 會特別來做這樣的一個考量 我希望你替代役的部分 他們分派在我們的機關裡面 不要把我們公務人員的工作都交給大家 那不可以 替代役它的工作內容是很明確的 因為軍方有軍方的要求 民政局在這方面 不能夠把替代役當作是我們公務員來使用 那不可以 那本來就是服役 我希望你這個部分要稍微 我們會跟民政局反應 那另外我就教一下我們這個衛生局局長 一座好 之前有聽說我們這個衛生局的這個 整個局處的一些業務的這些人員 在我們現在的這個聽社裡面 非常的一個擁擠 那之前有找說 要在我們桃園市的這個代表會裡面 目前進度如何 跟一座報告 因為代表會現在還在整修中 那我們的人員目前的空間就是勉強在使用 所以未來會不會到桃園市代表會 其實我們看是我們尊重市府的全盤的規劃 還沒有計畫 因為市府還有其他局處的空間 那我們目前負責代表會的整修跟未來的設計 那但是我們也尊重市府 如果有做全盤的考量的時候 我們會配合 因為我們到你們那邊真的是很擁擠 我想整個一個動線 你們辦公也不舒服 民眾洽工也不方便 那我想再另外再請教一下 針對於我們已經實施了 大概三年的這個老人假牙的部分 那其實民眾已經很普遍都知道說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福利政策 那很多人也真的很去裝這個假牙 但是我們當初在評選跟市政府簽約的這些牙醫診所裡面 我們有一個評選的一個機制 之後有一個簽約的一個儀式 之後民眾去那邊的話 如果說有這個裝設不OK 或是不舒服 那這個部分你們有沒有做一些管考 後續追蹤 可以做報告 因為我們有一個假牙小組 會做民眾的即時關懷 那如果民眾如果做的假牙不適合 但我們合約醫療院所都有一年的保固 那另外我們會回去檢視 如果說這個合約醫療院所的品質 或者是服務不夠 就是可能會有瑕疵的 那我們會提醒他 那必要的時候我們也有給他解約 好 謝謝 時間很關心 合理 謝謝一眾 謝謝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衛生局局長 一眾好 這個我們的食品的管理 法官做得非常的嚴謹 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業者有一些反應 想請局長斟主一下 就是在我們這個進口 這個進口商品的檢查 我們一般的通知的期限 譬如說一整天的話 那今天他們就必須等你們一整天 那可不可以說請你們告知業者 一個正確的一個大概時間點 就是說至少說延誤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或者三個小時之內 他們都還可以接受 是不是說可以做一個便利性的管制 是 謝謝一眾 一眾提到這個先行放行的業務 其實也是我們非常我們頭痛的一個業務 因為這個業務其實它的執行跟管理跟法則 應該都是在中央食藥署 但是食藥署它就用委託給我們地方的衛生局 只要有港口或是有機場的縣市的衛生局 都要做這項面的負責 那食藥署的規定是希望我們接到通知以後 24小時內就立刻去查氣完成 那所以因為我們知道這樣子 業者要配合我們的時間去打開貨櫃 這個也是非常不方便 可是因為礙於那個食藥署他們的規定 在機查我們是不能主動告知我們什麼時候要去機查 但是依照規定不是可以三天內嗎 它是 你們每一個業務都是在24小時完成嗎 是接到食藥署的那個信件的通知的24小時 那對業者來說是他們經過抽驗以後三天以內 我想因為這個東西進來以後就要做冷藏或冷凍 對不對 我想在這個基本上 而且你們是抽驗啊 不是每一件都檢查 那這個時間上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有沒有告知 我覺得並不影響我們食安的安全問題 只是給業者一個便利性 而且他們必須等你一整天 有時候早上等了到下午5點才來 有時候中午去吃個飯你們來了 他吃到一半還要趕回來 我想說這個大概都不是 你們嚴格把關 只要把你們程序15、10的落實的做好 我想這個時間點並不是問題 你覺得咧 一座聽民眾反映這個心聲 我們會跟食藥署轉達 那我們也希望說那個北區的食藥署的北館 最主要是業者等待時間要很長啊 那如果說你們可以給個時間點 你如果是早上11點你效應 好 謝謝 那我們中場休息5分鐘 休息 你打算不停 先坐著 好休息6分鐘 好休息6分鐘 來這裡 我來這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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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其中就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以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处 有可能可能 感谢观看 他们自己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分配到這個六間 然後又分配到八年的這個期間 我很懷疑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可以構成這個充分的犯罪動機 不過這不是我在這邊推測的這個 這個適當的這個標的啦 那重點就在於說 我希望這件事情 我剛剛已經提示了 我們希望這件事情 它對於衛生局日後的運作 來講是很重要的 對衛生局的士氣來講 也是很重要的 對我們衛生局的威信來講 也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就這件事情 你可以在適度的範圍之內去澄清 那至於應該要澄清到什麼樣的範圍 才是恰好的 這個東西我沒有辦法 在這非常短的時間的這個問答之中 馬上跟你講 可是我建議你應該要有所澄清 因為這件事情 到底是一個行政上的不法 還是根本不涉及不法 只是法律的這個適用的認知的問題 還是有可能造成形式上的不法 因為形式上不法很可怕 這是七年以上的重罪 那我認為基於局長你的專業 你也認知到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應該要早一點去做一個澄清 好不好 那有關這相關的這些 你們所做的這個研究 了解這個狀況 用私下的方法拿出面給我 因為我想這個未必適合公開 可是我希望能夠了解 你們整個處理的狀況 以及所認知的這個狀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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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林鄭賢議員 以及彭靖豪議員 共用十分鐘 謝謝 謝謝副議長 郭副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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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規範 保障一下 來照顧弱勢就業 謝謝議員做關心 因為這個是中央法律 他通過之後 我們就要配合執行 那當然這個意見也是很好 不過就是一定要經過 中央的討論跟立法 然後當然也要看看 聽聽地方的意見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構想 希望我們也來爭取 好不好 我們也反應 那是目前我們府內 一級跟二級的性別比例 大概有多少 主管 一級二級的主管大概多少 你有沒有 大概 有 我們那個目前 這個性別比例 如果不包括僅銷 不包括僅銷 我們女生 佔的比例是64左右 然後主管大概54 是 那因為國家考試制度的影響 在公務機關 有慢慢產生領多於藍的情形 希望我們也能多提拔一些男性的主管 是 程序部他有規範 如果說 在這個機關 另外一個性別比較少 要優先考量 好 謝謝 那台灣也命令少指化 人口老奧問題也非常的嚴重 那對於鼓勵俠練的公務員結婚生子 我想也是人事處 是有應該重要的職責之一 那公務人員不管協經歷 各方面條件都非常好 非常的優質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 具體措施來鼓勵 我們各機關的結婚生子 一些辦法跟措施有沒有 我們在人事處的業務範圍裡面 有一項是未婚公交同仁的一個聯誼 未婚聯誼 就讓他們願意結婚 這個是我們聯度 願意生子也很重要 有人結婚他不生子 這方面你要鼓勵 生意補助 我們都有生意補助 是一個 對 歷連都已經有這樣的補助生意 都講理好不好 你請坐 是 來 蔡局長 請坐 那104年我們十大使運二性腫瘤 一直殘連冠軍 而且這個有年輕人發的歧視 那我想說這個 這部分關於本市的一些 癌症免費篩選 都沒有年輕人 是不是我們要擴提到本市的年輕人 或是要怎麼樣部分 一些年輕人的經濟更糟糕啊 是不是要鼓勵大家來篩選 這方面 局長你有沒有想說要這樣做 老師 謝謝一座 謝謝一座支持我們的癌篩的業務 那我們癌症篩檢做的算是蠻好的 所以我們桃園市的癌症死亡率 在全國都是低於平均值 那那個一座剛才提到說 全國癌症得到癌症的趨勢 有年輕化的趨勢 但是因為現在考量篩檢的成本 我們目前還是在做在高危險群 那一座提到的是不是對年輕族群 要做另外一方面的篩檢 那我們可能就有癌症別 然後像有一些癌症 如果說像是肺腺癌這種不均年齡的癌症 那我們來做一個研擬 好 希望真正這樣做好不好 我們再做研究 那基本上我也看了我們105年9月30日最新資料 我們桃園市的救護車的設置 從103年的177樣下降到104年的166 少了11輛 那為什麼會少 我看大家都在兼這個救護車 為什麼這個救護車反而不升 什麼的降 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是不是會影響到桃園的醫療救助 我跟一座報告因為中間有太舊換新的動作 所以其實在104年是有略降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超過103年的數量了 我知道啊 你先有超過103 現在已經有再增加就對了 現在再增加 因為他們把舊的太舊 然後現在有在補充中 那也謝謝你 謝謝一座 那我們室內的醫療體系 其實環境跟資源 都比不上北市 新北市還有台北市 我們比新北略好 有嗎 我們在床位跟醫師 還有醫院的資源是比新北市略好一點 我一直認為 尤其我們提議 我們要規劃至少要 市立的醫療體系 是 我們 我們台北市有聯合醫院好多分院 高雄市有市立聯合醫院 也是好多分院 新北市也有聯合醫院 那台南市也有台南市立醫院 有北西南京 有台南市安南醫院 那我們台中市也有兩個 台中市立復健醫院 台中市立老人醫療保健醫院 那唯獨六都裡面 唯獨我們沒有 那基隆他也不是六都 他就有基隆市立醫院 連連江縣有連江縣立醫院 那我們一直每年在提 局長都好像沒有很認真來推動 這個醫療資源的部分 我們會非常的嚴謹的再來評估 那醫座剛才提到 像我們跟台中市是比較類似的 我們的醫療資源是相對的充沛 所以我們跟台中目前都還沒有市立的醫院 那剛才醫座提到說 因為台北市的確是我們的首都 他資源真的比較豐富 那至於台南高雄然後新北 因為他們的我們的醫療資源其實是略勝於他們 那所以我們之前有做過評估 那關於我們的醫療資源 我們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市民 都可以在我們桃園市得到醫療的服務 那接下來我們是要針對醫療的品質 跟醫療的究竟性 然後我們會做這方面的再評估 因為經營市立醫院其實它的成本是相當的高 那我們會再做 但是你沒有起步 因為你規劃一個你至少要五年十年才會做 你現在不規劃永遠就 所以我們在前期一定要非常的慎重 我希望你這方面是不是多考慮 是是 那謝謝你 謝謝醫座 謝謝林議員 再請教蔡局長 是 醫座 我這邊先請教你 在我們的工作報告第二頁 那個有關於現在流感疫苗的接種作業 可以簡單講一下說現在我們針對對像 以及我們施打的地方在哪裡 可以先簡單的講一下嗎 跟醫座報告 今年的流感施打對象有擴增 那所以以前是在65歲以上的老人 那我們現在已經增加成50歲以上的老人 那另外小朋友的話是從六個月到18歲 我們都有提供免費的服務 那另外的話就是如果是慢性病重大傷病 那或者是罕見疾病 那這些都可以免費接種疫苗 那另外還增加了孕婦 還有產後六個月的婦女 那這些都可以也都可以施打 我想那施打地區呢 施打地區的話 我們在合約醫療院所都可以接受民眾服務 那我們自己衛生所也會主動設站 做在地的服務 我想因為現在其實大家都強調 因為有時候我們對象是那種年紀比較大的人 那說明他有些行走上面 行動上面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就像很多地方已經開始社區化了 就是為了要落實這樣的一個流感疫苗的接種 那另外呢其實喔 剛剛講了 其實我們不斷在擴大我們施打對象 那其實像現在很多地方 像比如說很多的都屬於高風險 比如說一些動物防疫的人員 或者是一些敘處的業者 那像很多的像一些居家看護員 他們也是屬於這樣一個高風險的族群 是不是說這些人應該把它納入在這樣接種的對象之中 謝謝一座 我們這幾個高危險族群我們都有優先納入 因為往年就有做這樣子的服務 那一座剛才提到社區化 我們對於機構不管是醫師機構 或是勤促從事業者 那或者是住在機構裡面的安養的老人 我們都會主動到機構裡面去施打 那是否是一定要涉及在桃園市內的人 如果願意打的話符合資格 即使不是桃園市民 我們也可以先給公費的服務 那很好 因為畢竟桃園市現在是一個一路非常快速的一個城市 我想很多人大家都需要這樣一個接種的服務 那另外我想再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的疫苗都屬於三架的疫苗嘛對不對 對 是這樣的喔 因為其實很多人有很多疑問 去年還有四架疫苗的存在 雖然說它需要自費 但是因為有些人認為說 因為四架疫苗對我來說可能有更高的一個防疫性 所以我們願意去自費打這個疫苗嘛對不對 那今年沒有了 所以很多人有疑問說 那我之前四架我現在三架 對我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那再來說 未來是不是我們的衛生局 應該要跟我們的反應一下說 其實很多人還是需要這樣一個四架疫苗的一個接種 跟醫生報告 四架的自費疫苗還是可以在醫療院所可以得到服務 可以嘛 但是我聽說很多人現在已經少不到四架疫苗可以打的 你確定嗎 今年是全國都買不到 對 所以是沒有嘛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這邊是 我這邊就要請我們衛生局要反應 有這樣的一個需求存在 因為事實上 第一個 我剛剛講的 我們衛生局有沒有辦法說 要不然你要告訴大家說 沒有 你三架疫苗的防疫效果跟四架疫苗的防疫效果 差不了多少的 除非你衛生局要這樣跟對外講這樣的一個事情嘛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是不是說 因為有這樣的族群需求 那我們衛生局就應該要幫我們這些廣大市民來做反應 是 謝謝醫座 因為疫苗裡面不同的血清型它沒有交叉反應 所以與其多 好謝謝 時間到請坐 接下來請萬美齡議員以及李嘉興議員共用10分鐘 謝謝 好謝謝主席 我想先就教衛生局我們的蔡局長 醫座好 要謝謝你 我們的小兒夜間門診 在去年前年我都有好幾個個案 在醫師堂上我有拿來問過您 那今年我們小兒夜間門診 那麼也有做了一些進步 那不曉得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跟醫座報告 那在夜間門診的部分 其實已經很多家醫院都有在提供夜間的門診 目前我們桃園區的部分 明慎醫院有嗎 夜間門診是有的 那醫座可能比較關心的是夜間的急診 那夜間急診的話 明慎它之前有提供 不過目前因為兒科醫師不夠 那但是 那聖保路醫院有嗎 聖保路醫院是提供夜間的門診 那所以現在有看夜間急診的 就是我們顧桃嘛對不對 如果是急診醫師看的夜間急診是都有 那醫座關心的是兒童 小兒專科的夜間急診 小兒專科來看夜間急診 我們目前在室內有三家 已經有增加一家了 我想這個是一個進展 那因為我知道現在這個問題其實很大 醫療資源上面分配的不均 人力的不足 或者是醫院的問題等等 那我希望你能夠持續的再去溝通 然後把我們 我提了幾家大的醫院 那小兒急診的部分要趕快做出來 好不好 那另外喔 因為我想你們在這個稽查的部分喔 我想這兩天的新聞我們特別看到 董事基金會 那麼他針對我們國內一到四年級的孩子 也是將近兩萬名的學童 那做了一個調查 那這調查報告發現他們普遍的肥胖 那以前我們說小時候胖不是胖 結果現在證實小時候胖真的是胖 對不對 而且長大以後真的很難減下來 那我們也看到 在這個當中我們發現 有這個老人家就是說這個祖父母啊 給小朋友天天買糖飲的這個比例啊 天天買手搖飲的比例佔四成 也就是說這些阿公阿嬤 爺爺奶奶為了疼孫 可能就很方便迎合他們的喜好 每一天都給他們喝一杯手搖飲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根據健康雜誌的調查 成年人也有三成多的民眾 他自己每天都攝取一杯手搖飲 這兩個機構的調查之外 還有就是說 一些已經有自主能力的 活中生甚至高中生 他拿他的零用錢 搞不好也天天買 兩天買三天買 那我覺得說你在雞茶的部分 除了要雞茶 這個茶飲的茶 到底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一些污染之外 我覺得這個糖分這個部分也很重要 那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去做這樣的一個雞茶 那小朋友有時候他可能沒有辦法抵擋 但是我們當大人在買的時候 也許他也不知道 那也沒有好的標示 那不曉得這個部分的話 你怎麼幫我們把關 謝謝一座的關心 我們今年使館課就有在 例行所有手搖飲料 都必須要有這個含糖的標示 還有熱量的標示 那尤其是一座關心的小朋友的問題 我們特別在 我們這一兩年都有在推 校園周邊飲食的輔導 所以我們會在校園周圍 應該是20公尺左右的店家 我們都會要求他們把那個 標示標示清楚 甚至把依照飲料的含糖量來做分類 你說都要標示清楚 標示在什麼地方 如果是已經是包裝好的商業包裝 他應該要標示在這個瓶罐裡面的 手搖飲有包裝 手搖飲的話我們會建議說 最好是能夠用貼貼在那個杯子上面 但是現在都沒有啊 目前的法規是規定他只要有 只要有公開 在店裡面有 掛牌圈掛這樣子的糖含量的 的警示就可以了 這個事情其實真的影響是很嚴重 這就好像我們在看廣告的時候 什麼購買基金 他最後用兩秒鐘就 雞哩咕咕捏一串 什麼基金有在有 就過去了對不對 你今天不讓他標示在這個杯子上 瓶身上 那麼讓他在店內什麼地方就可以標示 我跟你講他可以放在一個角落 你去機場之後他就拿出來 這是第一個 就是比較壞心的 他根本就不拿出來 第二個他放在一個 你根本完全不可能去看得到 因為我們通常買了就走 可能是一分鐘的事情 兩分鐘的事情 那我認為其實 唯有在這個瓶身上面 或者是杯身上面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要切實做到 去做標示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過去你們可能都覺得說 這種排糖飲料 這個手要飲的這個宣導 老人家通常都不會喝 所以其實不需要對他宣導 我現在反而認為 你要配合看看社會局有很多的團體 尤其是這些長輩的這些團體 要多去做宣導 讓他們知道不可以買這樣子去給孫子喝 對不對 好不好 謝謝你做的意見 那另外 我想今天 我們所有的衛生所的主任在這邊備詢 壓力都非常非常的大 即便坐在這邊 那今天我想打詢的也很少 可是我相信他們面臨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那我們都知道 這一陣子在調查的 關於愛滋檢驗炸領的這個案子 我想聽到炸領兩個字 現場的這個主任 我想他們都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麼最近啊 我覺得各衛生所的士氣都非常非常低落 那麼甚至於 可能聽到的 就是被聽到的看到的 傳的說的 他們可能自己心裡 民眾也許還沒有完全這樣的感覺 或者有一半 那對他們來說都是負面的 可能都會覺得有一些擔憂 有一些懷疑 有一些不信任 那可是你知道 衛生所的工作 真的非常的多非常的雜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士氣 那這個案子還在調查中 我們還不能斷定它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真的替他們覺得真的很辛苦 那我覺得我要花一點點時間跟你討論 我想這個 這個225塊 我的這個檢驗費用 有90塊是要給檢驗所 那麼下來以後剩下的135塊當中 10%要給現戶 9%是要給你們這個統頭基金 對不對 也就是說 剩下他們的部分剩下這個八成 那剩下八成裡面 當作一個獎勵金 我幫你算過了一下 如果這個獎勵金啊 以啊 這次所說的 上限有140萬疑似詐領金 下有將近70萬詐領金 可能每個月 每個所 所謂的詐領的費用 可能不到兩三千塊錢 那我個人 我個人認為 我寧願採取比較相信他們的態度 覺得不是有意去炸裏 但是這中間一定是出了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也許你說 他是 這個 這個業績的壓力 那到底他承受什麼樣的業績壓力 你是不是應該跟中央去反應 那尤其啊 我看到 我們桃園市的這個 這個愛滋啊 每一年大概佔全國總數 將近一成 這愛滋的篩選 本來就很重要 可是呢 自發心願意去篩選的人 又很少 所以呢 我想喔 如果中央給他們一定的壓力 是不是會造成 他們在這個送檢的上面 我覺得比較便宜行事 或者是習慣性 所以我希望你從這個角度 去好好去修改 那另外喔 這個去告知 用口頭告知 我覺得很模糊 有的人可能連愛滋是什麼都不知道 那是不是以後可以改成表單 有抽血的這個民眾 那到底他的這個 願不願意篩選用簽名的 我們改成這個SOP流程 若是同意書的簽訂 謝謝一座的關係 拜託 還是要給他們打氣一下 但是程序稍微糾正一下 謝謝 好 謝謝我們萬議員 那巨大 我想說 首先我在請教 剛才萬議員請教你的 那個夜間急診那個 那現在揚梅到底有沒有 去年的時候 我們工作報告本期也在請教你 是 揚梅現在有沒有 跟一座報告 目前的天成 天成醫院還有儀仁 天成醫院沒有啊 天成跟儀仁 有小兒科的門診 但是夜間沒有啊 夜間急診沒有啊 一座是指急診的話 對啊 急診的話目前是 所以這部分還是要拜託急診 你一定要去協調啦 揚梅也是16萬多的人口那麼多啊 而且我上次 本期也建議你 你看晚上他們家長 假設小孩子有生病啊 急的這樣子 不知道送到哪邊去 你知道嗎 揚梅那麼大的沒有一家 天成也好還有醫生也好 我說起碼你協調兩家 看輪斷來也可以嗎 可以嗎 區域聯防我們再來討論 我們再來跟醫院討論 不是 我拜託你不是討論啊 去年講到現在還在討論 那討論什麼東西 不過一座那個 因為附近的國軍 陶原國軍醫院 有在提供24小時的兒童 不是 陶原國軍醫院離我們那麼遠啊 是不是 那揚梅有現成的 那為什麼不輔導 拜託他呢 是不是 我們在努力 好不好 那我再解調你 我們遠距照顧一點通 這個你知道嗎 遠距的醫療計畫 照顧一點通 地基指示啊 就是量血壓做什麼的 這個你不曉得 因為中央跟地方還有我們 不是這個也是我們問衛生所 我們每天也問衛生所 我想說這個做得不錯 我希望說能夠普及化 因為我們每天在量 每天很多人在量 那兩天沒有量的時候 我們衛生所那邊 就會一直遠端那邊打電話說 你這兩天為什麼沒有量 這個非常方便 而且我本期也有在量啊 我每天也在量血壓 我想這個廣會推廣 這個不錯 而且這樣老人會啊 那裡面也會裝啊 雖然中央的政策啊 但是對於我們市民的健康啊 我們也一樣要推動了 好不好 再拜託一下 那剛才我們 萬一講的 那個飲料的那個 含糖標準 那個標示啊 我希望說這樣 你要切實落實 好 因為你現在你看到小孩子 每個人 都是胖突突的 我想 現在因為所有的 學校二十公尺之內啊 那你看有多少飲料店啊 我希望說你一定要 叫他標明清楚 那成分什麼 好這個我們會努力來做 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 謝謝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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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教一下 早上你回答議員說 目前啊 我們桃園市政府啊 加班的超額啊 是養工處啊 那請問你 他加班那麼多 是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當然就是因為原額沒有補足啦 就是因為本來 他基本人員應該有多少 我們都有根據五都的配備狀況 給他合宜養工處適當的原額 那因為 他新成立機關 你再去講 我聽了 80位 不是 真的我會很生氣 你說五都 五都台北 我那天問啊 五都這樣一千人 我們才80個人啊 因為台北市成立比較早 所以他的配置標準 是用原來的 我說他基本人員應該有多少人啊 我們80位 目前是80人 那目前是80位啊 對 他本來應該是 兩百三百人 沒有 其實高雄台南 台中也沒有那麼多 不是 他人面也沒有那麼多啊 是 地方也沒有那麼寬啊 因為現在民眾 對我們的原額的管控 是很在意的 所以我想說 真正要落實 就像檢查一樣 你六都當中我們有最少啊 那一比六百多 一比三百多 他一個人管三百多 一個人管六百多 這個差距很大啊 目前我們也是一樣啊 所以他為什麼每天加班 現在養工作每天天煩 天天煩 你想想他將近一千人 我們才80人 五都耶 我們六都之中一都耶 他一千人是包括那個 技工工友 還有那個都算在裡面 我知道啦 所以我想說 因為他們加班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人員不夠 我要講你了解嗎 因為我知道 我沒生隔之前 我再兩秒鐘 希望說你會後啊 你早把所有六都的人員被比 謝謝 請坐 接下來請周毅琴議員 以及吳春芳議員 共用十分鐘 謝謝 謝謝副市長 我們局長 位長官 請教我們衛生局局長 一座好 剛剛很多議員都了解到說 9月16號報紙刊登說 我們桃園市是因為什麼學藝 愛知衰險出了問題 還有很多主任都被調去約談 檢查應該是沒有問題 不過是那個連政署對程序上面 有些疑義 別的縣市有這樣的情形嗎 跟一座報告 因為這個是全國性的一個做法 那應該或多或少都有 其他的衛生所也有 那你覺得這有冤情嗎 我最疼衛生局的 你講一下 冤情在哪裡 跟一座報告 其實如果說真的要講貪污 真的是太沉重 因為在這個中央的政策 跟我們醫師的專業判斷 那還有跟病人告知的 這個同意的這個過程中 那其實中間有些定義是相當的模糊 那像告知病人到底是口頭告知 還是書面告知 那這個其實都是在同意的範圍裡面 那如果連政署要以這個用作告知不妥 那我覺得希望說 我們能夠給我們醫師一個平反 那另外的話就是中間 在目標數 就中央給我們的對愛知政策的 對愛知政策 那這幾年來都有不同的做法跟看法 可是現在局長你是在這邊講 因為你以前也是 是無縣長時候的副局長 現在當局長 反正這個環節出在哪裡 你應該是最了解的 其實你也應該幫幫主任的忙 因為他們六位坐在那邊也是蠻辛苦的 對不對 心理壓力也是很大 還是說給的行政程序上有哪些漏洞 還是說有獎金機制是不是有檢討的必要 讓他們不會說他們沒有戴口袋 都是繳到局裡 看看是什麼環節出的問題 我們局長應該也要發出聲音來 替我們六位主任去做聲援才對 不要說讓他們自己再煩惱 對不對 因為這個案子還在調查中 我們會把這些相關的資料準備好 對對對那就多拜託 應該要衛生局該強硬的要強硬起來 還有請教我們醫療小管家的宗旨是做什麼 一直說宗旨 對對對 我們最主要是希望說那個醫院跟診所 然後還有藥事人員 所有的醫事人員能夠變成一個完整網路 最主要是幫助一些獨居老人 高呼血壓 糖尿病慢性病的一些病人 對不對 那我們有多少家醫院配合 我們醫院的區域醫院的話 目前是4家 那我們在今年年底 我們可能會增加到7到8家 沒有啊 我看你們的報告是有166家醫療院所 還有126家社區藥局參與 因為醫座剛剛問的是醫院 那166家是診所 166家診所跟126家藥局 對那麼多 對不對 可是呢你推動了兩年了嘛對不對 那你們會員人數有多少 目前是3萬多戶 那你每年我們市政府投入了5000多萬的預算 在做執行 這個怎麼會沒有成效呢 有成效 那其實 成效很少啊 你才3萬多個會員 對不對 更醫座報告 那是3萬多戶 3萬多家戶 家戶嘛對不對 可是我看到審計師也針對這個合約診所 責任醫師收案會員差距太大了 對不對 他是掛名 166家都在掛名 可是呢 他收的會員人數真的太少了 像是打流感疫苗的 可以到這些診所去打嗎 還是說以後一定要衛生局的人員去施打呢 對不對 你可以放一些疫苗在他們這邊啊 謝謝醫座給我們解釋的機會 那審計師其實 我們這個整個計畫 它最主要是要整合整合整個醫療的機構 所以那個讓大家能夠有分級就診的觀念 所以其實在第一年的整合期 我們花更多的時間去架構 醫院診所藥局他們之間的聯繫 局長你要好好檢討 還有那個資訊系統 為什麼一些民眾不願意加入你這個會員 你要做檢討 要是說我們五千多萬花下去了 會員人數總是那麼少 還有食安機查大隊啊 我們不是有兩萬五千多家的食品店嗎 對不對 為什麼只有一萬四千多家登陸 這樣對市民的健康不是影響很大嗎 因為說那個登陸的話 中央有規定有哪些資本額 或是有些條件一定要登陸 那我們食安大隊成立到現在 稽查的對象有哪些 那你再用書面給我 好的 成效效果如何 好不好 那我們老百姓也要知道 哪幾家是有登陸的 哪幾家是沒有的 我們就盡力做到市面上 大家買到的都可以吃 那我請教那個人事局長 那勞動部也宣布到106年1月1日的時候 開始呢 基本工資將調整嘛 對不對 那市府的臨時人員 是否是有機會跟著調薪啊 謝謝議座關心 因為我們去年議會已經通過今年的預算 就是我們都加了將近兩千塊 就是比基本工資多了兩千塊 就是今年的1月1號開始 那我們的調薪將近10% 就已經比原來的基本工資多了兩千塊 那所以是明年不會再調漲就對了 因為我們也要考量財政狀況 我們內部要在這座討論 因為很多臨時人員在問我 有沒有機會 看來因為我們目前 就和他說沒有機會 人事會的承重負擔還蠻重的 早上議員也在關心 所以我們可能 因為已經多了兩千塊 現在因為他調上來還有一千塊 所以我們暫時可能先不動 暫時沒有 OK 謝謝 先方議員 好 謝謝周議員 請教衛生局局長 議員好 請教你一下 現在我們全國來講 死亡率的前三名是哪幾個病例 死亡原因是不是 前三名 癌症跟心血管疾病 肺炎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什麼 癌症 癌症 癌症的前三 一個病 我想講的那個病因 像腸胃癌啊肝癌啊肝癌啊 或者是肺癌啊 癌症第一名是肺癌 然後第二名肝癌 再來是子宮頸 第三名是腸胃癌 大腸直腸癌 為什麼腸胃癌會站第三名 而且直接可能會陪肺癌榜為第一名 為什麼 因為食安一個問題 食安的問題 我們衛生群沒有好好的做法官 讓所有從早上一起來開始 直到晚上的宵夜 食安的問題 一直存在在我們整個人類的社會史上 最大的一個病因 或從口入 所以說這個食安的問題 我不知道衛生群有什麼政策 讓我們的食安問題 能夠降低到最低點 讓他的發生力不要一直往上升 這個腸胃癌 為什麼呢 你們去機場 我知道你們非常重視機場這個工作 但是你們去機場的時候 你們知道嗎 這個食安從早上開始 他們的工作時間 是從早上的三四點四五點 等到你們去機場的時候 請問那個原室室主任 你們公務人員是幾點開始上班 我們市政府是八點就上班 八點開始上班 八點到八點半之間 你們剛好是早三年要收攤的時候 所以說你們去機場的時候 也就是他們怎麼樣 在收攤的時候 所以所有的證據 所有的一些食安的問題 你們根本不曉得 根本不清楚 那個要遵行做 所以說這個部分 你們在做機場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那個時間提早 可以調整一下 跟一座報告 我們機場的話其實是 我們機場有分臨時跟計畫性 我們其實這些問題我們都會克服 那也跟一座報告的話 我們直接的成效就是 我們去年這樣子做下來 我們機場多了十倍 那桃園市的食品不合格率 已經降到十分之一 那這是我們目前 可能簡單跟一座報告我們的成效 關於這個連鎖店的部分 那個一個食安的問題 我不曉得連鎖店 像早餐店對不對 或者是飲食店 它那個連鎖店是不是合法了 這個我們去年有做專案 有做過完整的機場 那一座也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 找到合格優良列的早餐店 跟連鎖店的資料 這只是少部分而已 那個局長 我告訴你好了 我給你報告一下 關於一些連鎖店 它有一個時效性 它可能連鎖一年甚至兩年 但是時間過了之後 它可以就自己做它的那個 飲食的買賣對不對 是不是合法你根本不曉得 所以說你說機場的話 你就做到一個連鎖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說 那個衛生器做機場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的來徹底的做機場 好不好 這個實際上的問題 有沒有繼續加入經營 這個在經發局這邊都要有登記的 好 那請坐 謝謝主任 那個像我們原住民 那個經營經用的人才 已經非常的 就是依照我們那個 那個原住民基本法裡面 關於一個人事經用的部分 這次條例裡面 我們桃園市政府已經達到這個標誌了對不對 但是我不曉得說 像這個 你講的那個業務人員是真的是 業務人員呢 還是臨時僱用的人員 它都算在我們的計算標準裡面 然後我們每個月都會去清查 假如那個主任你就把那個 你把這個 好 我們把這個 最新的資料提供給一座 或者是我們市政府 這個各個機關 它的那個僱用人員 業務人員 你就給我分類起來 好 統計一下 業務有幾個 然後那個領務有幾位 好不好 我再給我了解一下 因為你們是你們的那個房間 很通 謝謝 好 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李雲強議員 楊進福議員 舒志強議員 以及劉徵玉春議員 共用15分鐘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謝謝副議長 謝謝兩強一福 那麼請那個衛生局長 局長其實我們桃園市民 是幼都裡面算是最年輕的一個市 那其實就可以代表說 幾乎都是家裡的經濟的一個資助 幾乎都在上班 主要勞動力 那因為行政院在今年的9月29號 已經通過了這個長照計畫2.0 那我不太清楚說他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他的計畫到底是什麼 他的金錢的來源到底從哪裡來 那我希望你在書面上給我清楚 給我知道一下 是是 那麼我們好為民眾來做這個解釋 好的 那其實我是非常正面的那個支持 其實長照是非常重要的 是 因為現在老人家在家裡面 那麼年輕人呢 可以講說是黃金的一個年代 他要必須家裡的經濟一個資助 那如果說家裡要必須要照顧老人家 那就沒辦法上班 這樣子對家裡的經濟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不利 那還有一點就是 剛剛談到的那個就是食安的問題 其實過去談得沸沸揚揚 食安的問題 那時候我們都非常積極 在看這個販賣店啊 他這個食物的安全的問題 我們都會去做一個機查 那現在我看到年輕人幾乎都外食 在外食每人幾乎用餐以後 他都手上都會一杯那個500cc的飲料 那我覺得其實為什麼現在這個健保局 他為什麼會這個入不敷出 那麼我們的文明病太多了 我對食安我還是叮嚀 就是希望說我們衛生局 對這個食安的部分 真的要主動要積極 不要說應付應付而已 因為現在的飲料店太多太多了 那對身體的狀況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喝飲料的人 糖尿病 那個慢性病 心血管的問題 這些都是有這樣子而來的 那我希望說我們的局長 未來呢不要說我們發生的事情 才在努力才在那邊炒 現在我們要主動好不好 是我們就食品的安全 跟我們食品的內容均衡內容的部分 我們都會一直在持續的努力 那謝謝一座的支持 好那謝謝 一座好 是 我們說到我們是好的合作的 我們跟林曉雲 在這段時間來 我們要大概找我們林教室來聯繫 他說非常認真 有一個很好的合作 最終他一個非常好的合作 他會回報 跟不能做的事情 他都會去處的把他回報給我們 至少我們也會跟我們一些民眾 來反應說他今天這個議員有加在的事情 不能做的原因是什麼樣的原因 至少不管怎麼樣 老百姓或鄉親會覺得說很溫馨 所以我希望說你要給我們那個孝親 好好的給他獎勵一下鼓勵一下 其次就是說我歡迎 我們現在以前流感注射疫苗來講 以前都是到我們的各大醫院 或是我們的指定的診所去注射 今年度我發現到有個比較重大的變革 就是會到各里的里長 家裡面請他們里民過來注射流感 這個是通案還是我們 就我們貴山才有 我們以前就有做這樣設戰的做法 那我們今年會因為流感對象的增加 跟族群的擴大 那我們會更落實這一部分 那我不曉得因為我們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這次我們注射流感 那個到里長裡面打注射 反應非常好 那里長也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他最起碼可以跟選民 他不像到醫院的日運幫幫的 他最起碼會準備查 查水 查水供應 跟他們聊聊天 所以一直注射 將近200個人去那邊注射 就一天整個這樣 但是這個時間上面 事前稍短一點 只有兩個小時 我記得我們貴山只有兩個小時而已 那時間可不可以稍微再做個彈性 如果說人多的話 我們可以予以談 跟他談去過三個小時或怎麼樣 謝謝一座的支持 我們再把這個 納入我們的嚴明計畫 因為你可以看里長院不願意 因為到那邊去 里長跟選民的互動 就好像跟自己親人一樣 所以他們去注射流感 在衛生局再去的時候 那個選民的互動非常的好 那個里長也非常願意 所以我希望下次這個時間 我也希望其他 如果個區沒有辦的話 也可以比到辦理 因為這個效果非常的好 防疫我們這幾年 都很謝謝里長跟益座的支持 謝謝 好 就交於我們人事處的處長 我想這個 我在你的工作報告上面 這個這邊有看 就是第二月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都不含復興區的公所跟代表會 那我想那復興區的部分呢 那我們他也不納入在我們的 本府的人事的這些 管理上面的話 那他是由誰來管理 謝謝益座 因為附興區公所 他是一個地方自治團體 對 所以他的原額是跟我們分開算的 我們要尊重他 不能說他的原額多 我就把它拿來用不行 他還是要尊重他一個地方自治法的地位 那意思就是說他可以盡量的隨便 沒有沒有 他還是要受限於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 對啊 那誰來監督他 就是透過我們市政府來協助他 那當然他的數字 人事總數都會掌握好 對啊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說 你下次的工作報告 也把不興區的也把它描述一下 不然我們不知道說到底他是屬於 他是話外的地區 還是雖然是自治團體 但是他不能 謝謝益座的提醒我們把它拿進去 萬一他進一隊禁用的時候 他這個比如說只能禁用十位 他禁用二十位可以不可以 對謝謝 謝謝提醒我們把它放進去 像這個部分我希望你這邊到時候 再把它這個下次的時候 要把它更正過來 好謝謝 還有就是我們市府的那個約聘雇人員 我想你們這個考核居制 你們當然都有了 但是我想說這個為什麼有的局處是 那約雇人員永遠是只有最高到五等 那有的局處是像青年局什麼 我聽到說還有七等八等的 那這個不依是什麼狀況 謝謝益座 因為A-PIN跟A-Q的設計就是有不同 就是A-PIN的是有比較專業技術性的 那A-Q是一般行政性的 所以我們就看他的工作性質 如果工作性質是專業技術的 那當然就是聘用的 那我想說因為這個可能在這個 我看到我們圓民局 永遠都是只有二三四五等 最高就是好像只有到五等 難道圓民局他就沒有專業的人才嗎 我們會後再跟圓民局研究一下 有沒有這種性質比較特殊的 對啊有時候情形特殊 或是特別聘請過來的 那他也可以跟其他的局處是一樣 不然有的局處是有七等八等的 結果我們這個 我們會來協助圓民局來看看他的業務屬性 還有這個約聘雇的考核 我想你們這邊都有寫 我想這個機制還是要落實 謝謝一座 好請坐 那衛生局局長 一座好 剛剛我要問之前 我特別問我們這個德文主任 請坐請坐 他說我們復興區有沒有什麼問題 他說他很客氣 他說沒有問題 所以可見在復興區這個衛生的工作 可能都做得非常好 謝謝一座的支持 那但是我這邊是要講 就是有關於後山的部分 我想這個我跟校軍也談過 就是說這個因為後山啊 這個因為我們是在很偏遠的地方 大概從復興到那邊也要兩個小時 這個那邊的這個民眾也不少 有後山有三個村 這個福地也蠻大的 但是我們現在是在那邊是做這個巡迴醫療的這個部分 我想說我們演繹看看 因為後山的民眾非常多 福源也很廣大 是不是有沒有機會 這個長住 用長住的這個方式 我們來做 我們在後山有個華林醫療站 但是聖保路跟長庚都有24小時的長住 但是人家也反映 他們那邊的就是說 大概是屬於加一科比較 加一科、小兒科、婦產科還有腸胃科 但是就是比較少那個外科 還有就是那個 這個譬如說他這個萬一被這個毒蛇啊 這個咬到之後 像那樣的狀況要怎麼去處置 我們這個醫療站 我們的華林醫療站 跟我們的父親衛生所都有毒蛇、血清 這個我們都有幫那個後山的 就是說我們演繹看看後山的部分 看怎麼樣強化 這個他的這個醫療的品質 那最後就是有關於這個 剛剛很多藝人都在講食安的問題 我想你們都有這個做HACCP的查核 我想這個這個希望也特別是偏鄉地區 我希望這個部分也要加強好不好 最後就是把腸病毒的防治 我看我們現在復興區也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國小這個護社幼兒園對不對 這個他大概比較他們這個 這個腸病毒的這個這個宣導 我想我也希望我們我們衛生局這邊 我們加強來做 對 那德文說這個很辛苦 有空的話也希望我們主任常常到我們 喔局長常常到我們這個復興區去探視一下 好 好 謝謝醫座的支持 謝謝 衛生局的蔡局長我要請教一下 謝謝醫座好 在你們那個工作報告中 有提到就是說 社區復健的一個業務 請集長來做一個說明一下 老師跟醫座報告 因為我們統整全桃園市各區的復健資源以後 那我們選定了六區 可能當地比較少復健的醫院或者是診所 那我們會選擇六區在做定點定時 每個禮拜都會請復健科醫師 然後職能治療師 還有中醫的推拿 中醫師 我們是聯合中西醫一起去到那個社區做復健的服務 好 其他我再請教 目前實施了哪幾個區 我們六區的話是 爐竹、大園、觀音、新屋、大溪跟復興 都是偏遠的地區嘛 就是比較少復健資源 那你們每次在做這個社區復健 都是在哪一個場所來辦理 我們會選 我們大部分是在社區關懷據點 或是在活動中心 我們會固定在一個地點 讓大家能夠習慣 那大部分就是一個月會幾辦一次嗎 每個禮拜都會去 所以我這邊建議 往後 雖然你剛才所講的那五個區以外 那六個區 那我想往後 其他區域也是這樣比照辦理好不好 我們會再努力 因為也不要排擠到醫院附件的服務 那我們會再做增加服務的協調 那也謝謝益座在預算上面的支持 好 那另外有關於 那個在前年就已經實施了有關於老人的活動的假牙 那目前實施的效果如何 我們目前民眾的滿意度都還滿高的 那我們大概一年我們已經服務 我們是預計三年能夠 這三年能夠把一波全部 全口缺牙的民眾都能夠做好假牙 然後我們現在大概一個月會做五百到七百五十 那目前就是說 辦這個活動假牙的經費 補助經費多少錢 兩億五千萬左右 我是說個人的 個人的話它是分成四萬 全口四萬 半口兩萬 然後另外的話部分是一萬五 那也就是說一生中只有補助一次 目前是先做一次 那至於用到年限以後是不是再補助 可能到時候請各位益座還有我們市府 給我們再做財政方面跟需求方面的指教 因為那過去有這樣的一個 市政府有這樣的一個同意就是說 區域的人就是年滿六十五歲以上 就可以做一個補助 那有關原住民的部分是五十五歲 五十五歲以上就可以 但是我想因為年齡的增長 活動假牙可能在一定的時間 也許三年五年 總是整個機能有所退化等等 這個假牙通常就會鬆動 一定會再做一次的這個更換 或者是再維護等等 所以我是建議 未來這個有關於補助假牙的金額 應該要再做第二次的補助 當然一定要有一個期限的一個時間 一說這個提議我們再來研究 那另外也提醒就是我們也有做 口腔 見口瑜伽的推廣 那如果常常按摩牙床的話 牙床比較不會萎縮 可以增加那個假牙的佩戴的時間 好 請坐 謝謝 那個人士是郭處長 我要請教一下 你剛才所講的 約聘跟約庫是不同的嘛 是不是 對 工作職責不一樣 好 你剛才說那個約聘是屬於比較專業性的 那技術性的 那一般約庫是比較 比較一般性的 行政性的 好 那有關於身心障礙者 如果是說他要應徵這樣的一個工作 有沒有一定的比例 他這個身心障礙的比例是一起算的 沒有說APIN單獨算或AQ單獨算 他是整個機關的所有的類別 只要有公保勞保都算 那你們應徵的時候 是不是也在網路上 或者是一般怎麼樣的 通知這些身心障礙者 都是在網路上公開 只要有上網看 都可以看出他的身材的需求 跟他的資格條件 OK 好 了解 好 請坐 好 請坐 好 謝謝 請坐 那麼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們議員今天行程比較多 那有的也還沒有進來 有登記位進來發言 那蘇議員他們有一些海報還沒有準備好 我們就把今天的會 登記議員給他開完 我們先暫時休息五分鐘 因為來自十三鄉鎮的主任 他們也要回去辦公 我們把會開完 那暫時休息五分鐘 好 謝謝 休息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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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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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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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